不过面对的现在的疫情 已经到现在为止 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未来到底我们还要这样子 防守下去多久呢 现在呢 柯文哲有一个想法 他说呢 终究我们要采取的是 英美跟新加坡的战略 就是未来呢 每个人打满了两剂疫苗 然后不管治 搞不好比较实际 如果这样惊弓之鸟的过活 他觉得过不了几年 也就是所谓的 国外现在正在推行的 学习与病毒共存 当然这个前提是 打了两剂的疫苗 聊天室来跟大家做个互动 你觉得柯文哲这个想法 您认同的帮我加一 不认同帮我加二 只是呢 最近啊 在我们还没打满两剂之前 大家有没有乖乖的 遵守防疫规定呢 像是我们来看到 美国跟日本最近都发现 小朋友的确诊 的确是增加了 再来呢 在广州因为呢 Delta病毒太厉害了 有人呢 工作人员 他去收垃圾 结果就确诊了 另外在台中 凌晨一点多呢 这一群男子啊 到北区一家 肉肉饭吃宵夜 结果呢 大家都没戴口罩 还想要直接进去内用 店家就跟他们说 疫情期间就没有开放内用 没想到呢 这四个人一气之下 居然把这个灶台都给推翻了 还导致有一名女员工呢 被波及她的额头呢 都受伤了 警方锁定了监视器 一车追人 一路追到新竹 凌晨一点多 一名白衣男子到 鲁肉饭店 跟店员讲没几句话之后 他突然动手翻桌 旁边同行的朋友也住正 四个人把店家的灶台推倒 一名女店员被波及 额头当场肿起来 本来只翻一张桌子 我们想说算了 后来他又不高兴 把我们鲁肉弹全误翻 我们以为他只是给我们 警告棍的内用 这群人逞胸道狠过后 随即扬长而去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场时 已经没看到人 只看到店内卤肉洒了一地 酸菜也掉到锅外 店家完全无法做生意 还原事发经过 店家说当时嫌犯没有戴口罩 其中一人开口先问 可不可以内用 有没有卖咸酥鸡 有没有卖塑胶带 店家说他们没卖咸酥鸡 疫情期间也没开放内用 没想到嫌犯不满随即翻桌 仪式有饮酒情绪失控 嫌犯暴力翻桌 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 以车追人 连夜从台中追到新竹 逮捕嫌犯 以毁损 聚众斗殴等罪 移送侦办 而嫌犯没戴口罩 警方也将喊请卫生局做裁罚 记者廉家庆联人兵 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道 好 刚刚说到的 认同柯P觉得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那前提是打完两季的 我们的Evangeline 还有我们的陈仲契 还有苏文通 叶淑仪 王佩佩都是加1 好 另外Max郭说 柯文哲很会制造升量 也有人说他是认同 只不过不知道第一季在哪里 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打到疫苗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中秋节南来北往 那这个双铁 未来会不会还严格的管控呢 很多人担心会不会买到 买不到车票回家 二级警戒持续到9月20号 但是现在放宽了一些部分的防疫措施 比如说台铁高铁的对号列车 今天起就开放全车座位的发售 台铁宣布平日每一天 大约增加一万两千个座位 但是不开放战票 另外也取消发售限制 现在开始释出的中秋廉价对号列车 大约有两成的座位 那么定在礼拜六早上九点开始 旅客就可以订票了 只是有人在火车上 还是不遵守规定 明明现在是禁止饮食 除非有紧急 比如说吃药的需求 那么花莲有两名师姐 说达普优马列车北上 结果沿途脱口罩吃月饼 边吃来边聊天 列车长经过就劝告他们 只不过他们一转身 又开始脱口罩又继续吃了 这个脱墟的行为 都被旁边的乘客拍了下来 列车上右侧乘客一名师姐 突然拿出月饼拨一半分给左边的师姐 他立即脱下口罩还不时心虚 看隔壁乘客有没有在注意 接着侧过身子大口吃起月饼边吃边聊天 旁边乘客看不下去拿起手机录影 因为他们一路上脱下口罩吃东西 已经不是第一次 几分钟前列车长才劝告过 车长一离开又脱下口罩继续吃 也让附近乘客看了实在怕怕的 扩张行径就发生在9月6号 这两名师姐从花莲搭台铁425车次 普悠马被上列车 也是会担心 如果考虑到疫情的话也是会 可能离他远一点 因为现在很严重还要那个丢他 现在双铁仍然只能喝水不能饮食 喝完水也要立刻戴上口罩 那么不甩防疫大弹月饼以明显违规 若劝告不听 警方可依法开罚3000元到15000元罚金 规签不听的话 会请铁路警察上车来进行开罚 必要的时候把他带下车 双铁从9月7号开放全车坐票贩售 车上乘客变多若是不守规定 恐怕来势凶中的变种病毒会趁虚而入 记者刘锦璋新美花莲报道 那么现在在美国中小学就开学之后 小朋友感染新冠肺炎也跟着增加了 最新的数据显示到8月26号那个礼拜 增加了20.4万的美国儿童染疫 比7月22号当时还没开学前的3.8万 暴增了5倍 那么确诊之后 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带您来了解 开心的回到学校上课 但疫情却连环报 美国各地的中小学生 自8月起陆续返校之后 受到Delta变种等因素影响 在截至8月26号的一周内 全美有近20.4万名的儿童确诊 儿童占据了每周新增病例中的22.4% 也就一个月前的3.8万人激增了5倍之多 在美国开学之后 全美35个州都出现了 因为疫情而停课的学校 至少有1000所的学校暂停了实体课程 虽然大多数的染疫儿童的症状轻微 多为发烧 流鼻水和咳嗽 但也有少数人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严重者需要住院 而为了保护孩子 这里当局6号核准6岁以上的儿童 接种大陆的科兴疫苗 也成为了第一个采取此措施的 拉跌美洲国家 这例完整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 已经超过了7成 除了科兴疫苗 今年5月已经开始让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接种BNT疫苗 从5月以来已经有65万人 至少打了第一剂 而当局计划将于9月份开始 展开12岁以上儿童的接种计划 记者我家显不到 北这个幼儿园的群聚呢 有足迹曝光了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呢 刚才公布了相关的足迹 其中有一名小朋友呢 案16142 他在9月6号确诊 9月4号晚上7点钟到8点半 他去过大家河滨公园 那因为这个是开放空间 目前呢 大家河滨公园已经完成了 清洁消毒 市府也请民众安心 不过呢 我们说这个病毒啊 真的是很厉害 收垃圾也会确诊 这是在大陆广东 有一名呢 是在隔离酒店 这个饭店里头 工作的清洁人员 他确诊感染 而且呢 是染到了Delta病毒 初步研判呢 他可能就是在收垃圾 收集这个确诊者 房客的垃圾的时候呢 意外的暴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因此被传染 酒店周围拉起封锁线 加派警察助手 禁止人员进出 五十五名工作人员 全都带走进行隔离筛查 还要求附近超过三万名居民 漏夜排队做核酸 原因就是隔离酒店 传输有工作人员确诊 大陆广东通报 一名隔离酒店的清洁员 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曾两度前往确诊房客 门口收集垃圾 加上Delta病毒 基因定序高度同源 初步研判是在收垃圾时被传染 而她在染疫后到确诊期间 都住在隔离酒店 专家认为社区传播风险较小 病毒无孔不入 不只收个垃圾 可能染疫还甩不掉 一对妇女六月中 从南非入境深圳确诊 治愈后返回宁夏 五天后核酸检测成阳性 再度入院隔离治疗 在八月中二度出院居家隔离 没想到九月初再度复阳 由于两人一直隔离中 疫情传播风险较低 但反复复阳已经让外界 见识到病毒有多难缠 记者综合报道